民间乡寿天宫花灯开幕了 活动期间 每晚发放跳跳湖小提灯 还有福袋 活动丰富又热闹 县议员于秀英认为 今年的南投灯会 延伸到民间灯会 是前所未见非常的精彩 受天宫主委许瑞斌 介绍了活动从大年初一到初五 都是免费供应素十面 以及情人节活动 元宵节米高桃 让万人吃平安活动 元宵米高桃 现议员张维华表示 寿天宫花灯期间 游客上花灯之外 又可畅游整个民间乡风景区 我也呼应全国的新春好友 能够来到我们寿天宫 来一起来参与这次新年五天的这个假期活动 那可以一起来从这个高铁站 一直到我们这个寿天宫 一直做一个在我们整个民间乡 做一个DIY的出海活动 之后起来到山山国家公园 山山国家公园之后再上到我们八卦山 在八卦山那里就我们看到最流行 最美好的这个我们的望来春秋的这个凤梨书 然后带到我们的凤山寺 这样形成一个观光带状 2018南投灯会寿天宫灯区 将在3月2日元宵节当天晚上正式点灯 现议员张维华及余秀英 欢迎大家踊跃来欣赏花灯 并畅游整个民间乡八卦山风景区 带动观光人潮 记者往水仙民间采访报道